普丁他还想全国动员 他在战场上 他就说战场战胜俄罗斯 是不可能的 他不认输 俄罗斯会逐步的完成任务 然后俄罗斯的前联邦 安全局的情报官就说 完全没有提到战场失败 这种演讲听下去没有意义 今晚现在俄军所面临的情况 有多么的糟糕 然后普丁他完全 我们说不食人间烟火 不知战场上的这种惨烈 依然要全国动员 那问题是 他们还有多少兵可以动员呢 竟然去承诺所谓的 俄军可以每个月 每六个月休14天 有命可以休吗 你知道在昨天有两张 对比非常强烈的照片 这两张对比强烈的照片 刚好可以证明普丁 以及他们在战场上 遇到的窘境的情况 拿两张对比的照片 第一个是 你可以看到普丁 他不是在信心喊话吗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在莫斯科的 如日尼基体育场 他办了一场爱国运动 爱国活动 就这场爱国运动呢 那时候看起来 好多人去参加 就你知道很多人去参加 但是早早结束就收工 为什么早早结束收工 后面我还看到有人 看起来就是一脸很失望的样子 结果呢 这个有媒体后来呢 揭露这个消息 什么消息呢 原来这些民众到现场去 是要干嘛 领便当的啦 排队要去拿餐点 拿到餐点之后 他就可以走了啦 那后面那些人呢 你看就是你看 有些人就很失望的离开 为什么 因为就是发现去了之后 便当已经被他领光了 那我就不需要待在现场了嘛 所以这场爱国运动呢 你可以发现 他在那个体育场 本来想要办得轰轰烈烈烈烈 希望能够号召全民 支持普丁打这场 爱国战争 普丁现在呢 已经把这场规格呢 从特别军事行动 转成昨天普丁的用 是用战争哦 所以表示普丁现在已经认知 这是一场战争了 他希望民众挺他 打这场战争 但是很显然 民众只想拿到便当 民众并没有想要支持 他打这场战争 所以与这一场相对比 强烈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看到 瓦格纳佣兵的头子 叫普里格金 那普里格金呢 他po出来一张照片 真的是同一天哦 相对非常冲击强烈照片 各位可以看到啊 我们把它模糊化处理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一张 失衡遍野的照片 这个失衡遍野的照片 那普里格金 为什么要把它po出来 他是瓦格纳佣兵集团领导人 你po这个照片 不是很打击自己的士气吗 错 他在讲一件事情 他说他要告诉普丁说 现在他们缺炮弹 他们缺弹药 其实你想这场战争 从去年2月24号 打到现在 快满一年了哦 快满一年了 明天就满周年了 对明天就满周年 然后对于乌克兰 以及对于俄罗斯来讲 现在双方都缺什么 缺弹药缺炮弹 所以在缺炮弹的情况之下呢 你看到北约这个地方呢 联合了好几个国家 做工厂 提供弹药给乌克兰 但俄罗斯怎么办 俄罗斯自己已经打到 弹药不够的状况 所以之前有消息传出来 他要找中国 找北韩去调这些弹药 结果呢 当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大家还在想说查证 是不是真的时候呢 现在是瓦格纳 佣兵集团的创办人 普里格金告诉你 这是真的 而且他讲了一句 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 如果普丁 如果俄罗斯支援 我们瓦格纳弹药足够的话 或许死亡的人数 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多 或许死亡的人数呢 可以比这个状况 少五分之一 少四分之一啊 所以他的状况在讲什么 他在告诉普丁说 我们弹药真的不够 那我们弹药不够 那你要支援我们更多弹药 所以呢 才会有现在看到 另外一个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 是乌克兰这边 有军事专家在分析说 他认为普里格金 搞不好呢 对于普丁来讲 最后搞军事政变的就是他 因为他手上有兵嘛 手上有兵有武器 而且瓦格纳呢 是可以自己对国外 去采购军火的 所以他说搞不好 到最后这场战争 不想打下去的人是普里格金 因为对普里格金来讲 炮火转向对向普丁 搞不好是最快的 所以你看 连这样的分析 都出来告诉你一件事情 代表很多军事专家呢 看衰普丁现在的战争